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團結人民的立法委員 羅進昌 歡迎收看台灣講庭的節目 我們知道馬英九總統在七月十一日 率團展開九陽專案 訪問中美洲加勒比海三友邦 回程的時候 將前往美國哈佛大學 進行一場閉門座談 據傳江儀化金普聰等人 可能也還會和剛好在黃美的夏立元主委 張志軍等都湊在一起 進行所謂的總統卸任前的畢業支禮 相較於近日發生的巴仙樂園 混沉爆炸意外 已造成了近五百人的嚴重傷亡 但我們的馬總統 卻能執意花大把鈔票 能協定進行他卸任前的畢業旅行 自國人生死於不顧 他的行徑真的是令人感到心寒 我們放眼世界各國 當國家發生重大緊急意外的時候 正在出訪的元首 莫不立刻回國安定民心 以人民站在一起面對苦難 例如今年一月日本有兩名記者遭IS恐怖組織綁架的時候 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正在中東訪問 他立即決定反國 坐鎮指揮救人 但反觀我們馬英九總統 卻是在關心傷者事發當時是否穿著短褲 而且也只有開了一場充滿口號式的國安會議以後 就急著安排到中南美洲畢業旅行 馬英九心中到底有沒有人民 真的不禁讓人感到非常的懷疑 馬政府雖然聲稱這次出訪的目的 是要檢視活絡外交的成效 但我們來看中美洲的三友邦目前也沒有國恩嘉慶 也沒有其他的特別事故 是不是需要去都有問題 而且即使他要跟江儀化等人在哈佛大學叙舊 其實也沒有說急著在這個時候 國人根本沒有接受國內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總統卻要花大把的鈔票去旅行 我們知道總統的出訪是要花很多的經費 以及花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經費出去吃喝玩樂 還不如把省下這些公帑救助這些受難者 我相信這會讓人民更有感覺的 這次台灣發生嚴重的城堡事件 傷亡人數之高絕對可以稱為重大災害事件 各國的媒體都爭相的報導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如何善後 馬政府如果說能夠說好好的處理的話 馬總統真的能夠說苦民所苦 好好處理 台灣在全世界的形象提升 絕對會比到中南美洲訪問 或者是到哈佛大學閉門座談的效果來得大 馬總統應該不會不知道這個道理吧 今天先跟各位說得吃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後一會再會 請iga